好 接着这个金光闪闪的黄金可以期待吗 我们先看这个走势图 我们看到在1月17号最高来到1697美元 其实在当时因为这个通膨的预期消失 那反而是这个通缩越来越严重 所以是一路跌跌跌 跌到这个4月的时候来到1321美元 这时候大家最印象深刻就是中国大妈抢啊抢啊 可是这几天我们看连续这个7天 整个黄金价格已经跌破了1400美元 外传就是因为金融巨厄索罗斯 她现在加入了狙击行列 狂抛她手上大量黄金 也让一个月就扫获300段的中国妈妈呢 还有我们这个台版大妈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看起来有这个套牢的危机 那更值得注意的是专家认为金价可能还没有跌完 那么要到第三季才会回稳 中国大妈抢黄金不手软 台湾大妈也不遑多让 一条条要价五万多元的金钻条块 坦应上万条存货全都被一扫而空 4月份跟5月份的我们的黄金存责 开户是增加很多 增加很多 增加可能就以前的平常的好几倍 但国际金价就像刘华提一样再度大跌 连七天翻率跌破1400美元 中国跟台湾的大妈们都惨遭套牢 五六七月又是传统中比较淡季的时候 基本需求相对也会比较淡一些 加上目前整个市场的资金面都开始移向 所有的股市或其他的风险性资产 也导致黄金市场有资金外移的一个情况 中台两地大妈狂买金市 但还是挽回不了黄金ETF的卖压 主要原因除了第一季国际黄金需求 就比去年同期减少13% 创三年来的新低 外传金融巨二索罗斯也加入狙击黄金的行列 坎健在第一季暴跌前出手 狂抛1500万美金黄金ETF 资金面的卖压非常非常的大 而整个市场的心里面也开始变得相当的脆弱 那么慢慢慢慢要稳下来 可能要到了今年第三季 台英黄金还没有跌到底 台英董事长刘登成更提醒出手要小心 黄金这种是虽然它可以保持 可是总是也要考虑它的风险 金价爹爹不休让中国大妈们踢到铁板 进场时机投资人可得再等一等 东森才记新闻中文金张博乡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